打开世界医学新知大典 今天大家来看到的是 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 是研发出一款 名叫做Occumatic的仿生镜片 它是透过注射 把眼镜给打到 我们眼球里面的一个原理 那会形成一个内嵌的隐形眼镜 就在眼球里面 大概三四十年都不用换 包括近视远视老花的毛病 全部都改掉了 不过这个效果 为什么可以这样办到 它有多么的神奇 实际带您找专家 昨天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加拿大研究好特别 它是怎么样子可以把眼镜 放到眼球里面去 加拿大这个研究 它是把一个隐形眼镜 放在眼球里面 那放在什么位置呢 放在我们红膜跟水晶体的位置 就卡在那边 那这样子的话 它度数可以从1000度 可以降到0度 这个放进去大概二三 只要你度数没有变的话 它二三十年大概都没有问题 我可以说它是一个 液态的隐形眼镜吗 它是一种凝水胶 就是它是清水性的一种水胶 所以它本来是放 它是一种液态的状态 放在一个水盒里面 它拿出来以后 放到一个植入器 那这个植入器 经过一个切口 大概1.8厘米的切口 可以直接打到眼球里面 打到眼球以后 它就摊开来 摊开来以后 病人他第二天 就可以直接看东西了 像个卷轴一样 对 它比较大一个风险就是说 因为它是放在红膜 跟水晶体之间 所以你比较大合体 就是说它可能会产生摩擦 所以你有可能机会产生 某一根程度的白内障 所以白内障可能变得 提早发生 大概有5%的机会 和现行常见的 雷射手术比较 治疗一次大约4到7万元 但术后有肝眼症 和胃光的后移症 做一次约需20分钟 仿生镜片还未定价 但同样也有 白内障的后移症 5分钟内就能搞定 不过它最大特色就在于 能治疗比雷射更大的度数 把原本放在 脚膜外的隐形眼镜 透过微型手术的方式 直接牵进脚膜里面 等于让眼镜真正变隐形 而这项新科技 也不像雷射手术 有最高1000度的限制 等于让高度近视的患者 有一个更新的治疗方法 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世界医学行之大典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